你好,欢迎收看10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李慧 全民运动会龙州竞赛活动连续几天在花莲的鲤鱼潭进行精彩赛事 20号下午进行的是男女主500公尺的赛事 男子主是由花莲县夺冠,而女子主则是新北市拿下冠军 而花莲、龙州男子队则是继100、200公尺之后 又拿下了500公尺的冠军,成为唯一拿下三冠的县市 女子主则是由新北市的二冠战士领先 全民运动会传统龙州竞赛20号在旅潭进行500公尺项目 花莲县男子龙州队一路从预赛复赛决赛过关斩将 最后是2分51秒获得金牌 为花莲夺下全民运传统龙州赛公开男子主第三面金牌 而银牌则是由台北市同牌桃园市 花莲县市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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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县长在这边为你们加油 大博烛县市加油 20号下午现场徐真蔚亲自到领域团观善 并且在赛后亲自颁奖给这支冠军队伍 世界冠军在哪里 世界冠军在哪里 大连胜不胜 胜 精彩全民 幸福大远城 大远为我们颁奖 大远为我们颁奖 大远县长王爱宁 而500公尺公开女子组是由新北市获得金牌 银排桃圆市 铜排台北市 全民运动会传统龙舟竞赛竞速项目 赛程20号全部结束 21号上午开始 首次举办的龙舟拔河竞赛正式登场 也欢迎乡亲可以前往观赛 目前全民运花莲得牌数 六金二银三桶 借刘明顺 收封箱报导